在悉尼的水族馆里 有两只雄性的巴布亚企鹅相爱了 并且在2018年成功的孵化出头一只非亲生企鹅幼崽 这也是在水族馆头一里由企鹅自己孵化成功的案例 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水族馆里 企鹅们到了繁殖的季节 都是在积极地寻找配偶 他们会选择漂亮的贝壳或者鹅卵石 调起来送给对方表达爱意 如果其中一只拒绝的话 就会无视对方送出的礼物并且迅速跑开 不留下一片云彩 而画面中的这两只雄性的企鹅却意外地有了交集 其中一只叼着饲养员给的新型鹅卵石送给了另外一只 饲养员便还给了它们一颗没有孵化的蛋 它们真的用心孵化了起来 并且轮流孵蛋 一只孵蛋的时候 另外一只就在不停地找寻更多的鹅卵石或者守在一旁 其实企鹅并不是一心一一夫一气一生一是一双鹅的 它们在到了新的繁殖季节的时候 又会去主动找寻新的配偶获获 而悉尼水族管理的这两只企鹅从2018至今 四年多过去了 它们仍然生活在一起 不离不弃 并且在今年又成功孵化出第二个雌性企鹅宝宝 其实在动物界中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无论如何 在水族馆这样有限的环境下 共同生活几年之久 为这样纯粹的情感点个赞 关注我 继续带您探索这奇妙而有趣的动物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